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跌在篮下 持续的逞威 这个传球直接发生了失误 陈玉体抄截之后 球塞到禁区的配合 许文轩一上来就得到了机会 有相当多的跑动 再给到他左边的切入 没放好 不过地板上的球 陈亚同拿到长长前场 许志涵可以直接上篮了 没问题了 还是大比较小 所以打快绝对是他们的优势 许志涵外线 许志涵的使用说明书 为什么会特别说到他 因为把他摆在场上 其实有点释放了许志涵 在进攻关的一个能量 没机会 底线 许志涵剩下7秒钟了 在座转移 可以出手 带一步之后 中距离 有 天发只上场了10分钟 这也是一个超解 哇 廖一平小跑车又来了 对 马姐 把他转移 领起这个球危险 又超到 对方的快攻 两步就当做一步走了 三分外线离奇的出手 短篮板球 杰丹尼尔再度的满满了 还有有有 没有人 BL 他们打球的球风都是很强悍的 对 所以他们很习惯这种肢体接触 好 陈玉提这个球 这边又有一次偷跑的一个机会 这是世新第二次被对方直接一踢 台势大很难打到进去 没错 他们的进去得分几乎全部都是快攻上了 这种策动快攻就是说明了整个世新大学的一个后场球员 为什么会说这次球队最大的敌人是自己 没错 只要不要发生太多的一个失误 他还一掌击给 几点 几点还在后场 不过对方已经投进了一个两分球 陈玉杰 杰丹尼尔站在中间 其实他的防守范围非常大 对 其实这就跟整个南篮 上半场失误太多了 对 苏佳贤的上篮有 还是杰丹尼尔 再送出去给陈玉提 时间又是1G3分 马脸苏佳贤代步中距离的跳投被对到0点 马上招到进攻篮板放2分 所以每次有时候在亏 之前林郑还在国体大的时候说 你可会像你姐姐一样 雨婷 失误的话就是对方的快攻机会 这两分有 进区 远区篮板 要推快一点 对 哎呀居然一条边了 廖雨婷 杰丹尼也这边被包夹 但外面也要守住陈玉提 他一个转身进去了 早期的时候 因为在他自己国家打不到球 对对对 好 这边又是一次快攻 第三次 今天台师大得及 又一次又是多打扫 一样的问题 已经看到事实 大不是玉提自己冲进去 follow到这进攻篮板 其实又一次问题依然都存在 0点 好 陈玉杰今天掉球的几率非常高 对 他的球总是拿不稳 有 高度了 这个也是取舍没办法 好 这个进攻篮板抓了40后 防守的时候你就要去选择 那在选择的过程中 你就比较容易有犯错的一个机会 最近三分球来的40后 廖宜婷 非常多 又一次 又一次了 但是这回台师大球没有解好 选择外线索性了 将身体坦克撞进去 三打没有 好 满法拉 又在左边 拿到球 杰丹尼尔 三三五解 塞进去 张翔球进 廖宜婷 切船 转移到弱边 三分外线 沃宜婷 非常有刺激 8个三分球之后 今天他们已经累积了5个三分了 林蝶跌跌撞撞撞进去 这大球员在投篮上面都会比较紧张 林蝶又掉球了 居士涵这2分 轻松了 因为通常高个子的选手 如果跑动能力再比矮个子强 那矮个子就没有犯七了 对 可能差到40分 对 林蝶球交位 杰丹尼尔 在座转移 林蝶的话 有点进去双卡的味道 孟乔的中距离没有篮板球 林蝶跳得高 这个下面真的走起来 真的 因为那个手肘敲得还蛮大力的 哎呀 这是N1的杰丹尼尔 一些压迫式的防守 没错 前面有提到 对 那如果现在这个差距 我觉得他们 马脸盘球的时间太长了 好 还是往左边转 N1 就是在 就是处理球上面 四星大学今年 真的算是蛮成熟 对 分的一个跑篮 是完全没有白色球衣的球员 哦 好球 把脸又再进去留一个空档 毕业的赛场 陈玉婷如果没有要攻堵研究所 也会毕业的一个状况 林蝶大喊一声 好 好球 许文轩 对方可能比较有变化性的一个区域连方 没有有效的一个攻略的一个策略